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收看今天厨娘香Q秀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要邀请到呢 目前在台湾哦 烘焙教室里面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 烘焙达人哦 吕生达吕老师 彩色雪球饼干的食材 核桃30克 糖粉40克 杏仁粉60克 低筋面粉100克 奶油100克 彩色糖粉的配方 红色糖粉60克 加玉米粉10克 加干燥草莓粉7克 白色糖粉60克 加玉米粉10克 绿色糖粉60克 加玉米粉10克 加抹茶粉7克 黄色糖粉60克 加熟黄豆粉40克 黑色糖粉60克 加竹炭粉6克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雪球饼干啊 是很道地的希腊甜点 那希腊到之后 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结婚的人都很想去 事实上雪球来讲的话 它在希腊来讲 它就是婚礼的伴手礼 就是当婚礼结束之后呢 今天宴客这一方 会送这些小甜点 回去给他们做食用 接触到这个甜点的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食材 不一定是台湾具有的 或者是方便取得 像我们今天雪球里面 黄色的雪球啊 是用所谓的黄豆粉 去制作 哇 大家有看到哦 这个黄色的 对 因为不然它本来是用南瓜粉 或是用像郁金花粉 都可以 这些食材啊 可是你们就尽量会挑选到 方便各位去取用的食材这样子 会比较适合 所以是熟的黄豆粉 对 熟的黄豆粉 OK 还有今天有这个 粉红色的草莓粉 因为台湾自己又有那个干燥的草莓粉 OK 那如果国外的话呢 甜菜跟粉也可以 然后绿色呢是抹茶粉 对 抹茶 OK 然后黑色的话其实是竹炭粉 对 竹炭 我现在目前非常夯的食材 比较健康啊 对 我们雪球的话就是这五个材料 有奶油 核桃 杏仁粉 然后还有纯糖粉 以及低筋面粉 那这些食材里面呢 奶油非常重要 因为奶油做饼干来讲的话 你不能够那么硬的 其实硬的奶油来讲的话 它乳化性非常差 乳化性是什么东西 乳化性是让这些材料 能够粘合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奶油 你没有先退冰 乳化性那么差的状况之下 你做出来的雪球 一吃起来就是掉粉屑 没有那种入口即化的绵密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要退冰到 有没有 我们手指可以压 一按下去呢 就达了一个这个落印在上面的 才可以 一定要室温软化 奶油的溶点是26 你如果是高于27度 你再放在室温19 还会化掉 还会化掉 OK 所以我们在26度以下 会比较刚好 然后奶油软化之后呢 其实我等一下大概一秒钟 就全部都加完了 为什么 因为它重点是食材的挑选 像这个是核桃嘛 对不对 核桃稍微先烤过一下下 我们再把杏仁粉 杏仁粉也很容易取得 对 然后纯糖粉 纯糖粉刚刚已经有先过 过筛了 过筛这个动作 在做甜点的时候 非常的重要哦 好 很多人是不是觉得说 你今天过筛面粉 只是把面粉过筛过去 所以你会用手去压它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既然是要过筛面粉 就是应该让面粉跟面粉之间 有产生一点空气 空气 它有间隙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材料混合速度会变得比较快 如果你是用压的压过去 它还是变得非常密 我们今天虽然是做饼干 可是事实上你们知道 这样的面粉差异 做什么产品会更明显吗 就是最近很夯的蛋糕卷 生乳卷 哇 老师讲到我的最爱了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一样是做蛋糕 为什么出来效果没有那么好 就是因为 你的面粉是用压的 所以它是很紧实的 你做成甜点 蛋糕 饼干 都做不出人家那种疏松感 所以说观众朋友 很简单 但是呢 你一定要听老师呢 把这所有的小秘诀呢 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对啊 然后这边就是花一点时间 用手把它拌卷 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人 有那个blogger 就是食物调味剂的话 你看这个动作就知道 你食物调味剂 那一笔大概十秒就做完了 这样按啊按 但是老师说 还是用DIY的手 为什么呢 因为食物调味剂 就算再怎么样做 其实有时候 尤其有加热奶油 它很容易升温 它就会融化掉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一般来讲说 我们学厚培注重的 就是你要称对材料 你这个配方 只要照我们的材料 顺序做完 你光是用手捏 就可以捏到直接 很完整的一坨 通常这样的表面是不会有任何 出油或剩油的现象 如果你有出油剩油的现象 就是很简单 就有这个步骤错了 就是你的奶油已经退冰 就是奶油退冰 退得太过头了 它已经油水分离了 我们编成这样子 整坨的状态之后 我们会准备一个塑胶袋 然后像这样子呢 把它装进去 然后你帮我把它压扁一下 好 就让它变成是一个长方形 厚度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因为发现到在家里面做这个程序 其实是很快乐的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学甜点 可能你作品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可是学甜点最开心 应该是中间这个过程 它是很容易有幸福感的 来 再请老师再整形一下吧 好 那这边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光是这样整 一定会发觉到整不太光滑 那你可以准备一个砧板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砧板放上去 手轻轻上下推一推 是这样子 我刚才以为是那个在上面 没有 上下推一推 就发现到它整个就平了 好优哦 好像真的用了什么面膜 然后像这样这一片呢 我们就会把它拿去冰冰箱 冰冰箱大概冷藏的话 大概是一个小时 冷藏完之后出来就可以切 切完滚圆之后就可以进去烘焙了 这么梦幻的这个饼干呢 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 对 剩烤焙 对不对 剩烤焙而已哦 经过十五分钟 这个低温的烘烤之后呢 我们的雪球呢 已经出炉了 然后你看这个雪球 现在看好像不齐眼 对不对 但是老师呢 其实刚刚有让我先尝一口 哇 超超好吃 老师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定要做 那我们现在就要帮他穿上这个 漂亮的这个国王的新衣服 我要帮他裹上漂亮的这个颜色 我们今天有 你要做五种颜色 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通常在裹粉 不太可能从竹炭先裹 因为竹炭一裹完它黑色的 你现在全部都被污染到 所以通常我们会像这样子 稍微做个区区分 因为像白色的裹完之后 你接着裹黄色的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颜色一样会是黄色的 可是上述这三种 绿色 然后草莓 红色跟竹炭 这很抱歉 它都要一个一个分开裹 因为你今天把绿色的裹完 再去裹草莓的 然后草莓上面就有那个抹茶 好像是发霉的感觉 然后你草莓 其实草莓粉很亮 它非常亮 你跟竹炭混合的时候 你发觉竹炭里面好像又有点 红红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说 只有这两个可以混 那雪球饼干烤完的时候 它其实大概放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它会有一点微温的状况 你要让它微温的状况 然后去裹那个糖粉 为什么要微温 因为它表面会出油 出油的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去裹粉了 可是一定会有问题 我们讲十分钟是长温 就是二五 你如果是可能在比较凉的 比较冷的室温的话 可能五分钟出来 稍微有定型 就可以马上来裹粉了 像这样子 不要等到太冷对不对 对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 它粉黏不住 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粉黏不住 就有个原因 它这已经冰了 它整个是冰了 它奶油是不是全凝固了 所以你会发觉 那个粉裹不太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 裹完之后就像这样子 好可爱 其实它上了颜色之后 你就会感觉更梦幻 那我今天裹的这个是黄豆粉 黄豆粉我个人的喜好是 我会稍微把它裹厚一点点 然后再就是抹擦的 所以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今天要的数量 我就白色的裹完之后呢 再换一个手套 再去裹别的颜色 可以啊 然后之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 或放在碗里面 因为它有粉嘛 所以如果是同一种颜色 尽量就是区分出来 那通常呢 我红色的会会裹多一点点 雪球里面的彩色粉 彩色糖粉不够多的话 它看起来的颜色也很淡 但最后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这是竹炭 竹炭一般是裹最薄的一层 没错 颜色越深 裹得越少 而且呢 在拍照的时候 它真的就是 最会被吸眼球的 所以我们在裹粉的时候呢 宁可裹少一点 免得它把旁边的这些颜色 都夺掉了 其实拍照的时候 也最怕这种黑的啦 或者是白的 就很难把别的颜色呢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 比较白或比较黑的 你的粉红又显得不够粉红 你的绿又显得不够翠绿 黄又不够黄 所以它们真的就是那种 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地感谢 全球观众您的收看 当然我们很希望呢 下次吕老师呢 还要不也千里而来呢 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 分享呢不管是法国的 希腊的 只要是好吃的甜点呢 就请您一定要锁定呢 新唐人电视台 除娘香Q秀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呢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彩色雪球饼干的做法 核桃入烤箱 以上下火130度C 烘烤12到15分钟取出 冷却后敲碎备用 低筋面粉过筛备用 防范过筛后 和软化的奶油搅拌均匀 加入低筋面粉 杏仁粉和碎核桃拌匀 放入塑胶袋中 整形成厚度一公分的扁平状 冷藏一小时后 将冰硬的面团切开 滚圆后排列在烤盘上 以上下火170度C 烘烤15分钟 在烧冷却为定型后 当饼干还有余温时 个别裹上各色糖粉 集成了彩色雪球饼干咯